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类配置参数以进入外泄 Jeffrey整理了iPhone16全系的升级之处 多达是二个 倘若到最终 这些升级都能从爆料进化成现实 那iPhone16将相当能打 去年的A17 Pro 面对骁龙8 Gen3和天玑9300的联手冲击 略显力不从心 好在 A17 Pro似乎只是一个意外 分析师Jeff Pooh曾在研究报告中称 A17 Pro是一个过渡的设计 他表示 iPhone16系列的四款机型 都将搭载A18芯片 基于台积电的N31工艺 不过 苹果大概率还是会执行差异化策略 标准Plus为A18 Pro机型为A18 Pro 前些史率 博主密研发汉曝光了A18 Pro的跑分数据 Deepbench 6单多核得分 约为3500 R7200分 其中3500的单核成绩 可能是一次发挥超预期的跑分结果 对比A17 Pro 单双核成绩分别提升 约20.44% 13.4% 当然 这个成绩是极早期的版本 通常来说 A系列芯片距离发布时间越久 成绩越好 尽管苹果A系列芯片多年来性能强无敌 但受限于散热 实际表现无法和实力相匹配 许多iPhone用户也希望苹果能重视散热的对料 保证性能能稳定释放 根据苹果产品爆料者 抠诉Tommy先前在X平台发布的帖门 声称苹果公司将在iPhone16系列中使用拭目锡散热 如此一来 iPhone将拥有十无前例的散热提升 并且他还透露 Pro版的电池还将采用金属之外格 从而提供更好的散热性能 不只是散热 苹果对内存的吝啬 也一直让用户很是不满 以iPhone15系列为例 标准版只有6GB Pro版也不过8GB 作为对比 隔壁的安卓已经卷到24GB了 16GB遍地开化 对此Jeff2表示 iPhone16标准版的两部机型 将配备8GB RAM较前代增加2GB 不过Pro版还是会原地踏步 可能到明年才会有所增加 理论上 标准版机型配备8GB RAM 有助于提高多任务处理性能 能够成为吸引用户购买的亮点 终于 苹果要对iPhone一成不变的设计动手了 并且还是不受宠的标准版 多个消息员透露 苹果要将iPhone16标准版的 后置镜头设计更新 iPhone16采用竖牌双摄设计 基本没跑了 而苹果之所以要从对角线变为竖牌 预计是要下放空间视频录制功能 在iPhone15 Pro版中 苹果取消了静音播片 编为Action按钮 而在iPhone16中 标准版同样也会拥有Action按钮 静音播片依照做鼓 并且爆料称 苹果计划将该按钮从机械式按钮 更改为电容式按钮 并扩充提供更多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还有可能在按钮上做更多文章 展开了多次原型机测试 包括重新设计音量和电源按钮 采用独立的音量按钮 新增拍照按钮 因此在iPhone16系列中 我们或许会看到按钮方便的新玩页 在设计按钮变更的同时 iPhone16的尺寸也将迎来改变 最初消息显示是全系调整 但后续变更为仅限Pro版变大 根据MacRumors分享的信息 iPhone16 Pro Max将扩大屏幕尺寸 前者从6.1英寸变大至6.3英寸 后者从6.7英寸变大至6.9英寸 也就是说iPhone16 Pro Max将成为史上最大的iPhone 很遗憾 iPhone16标准版机型 支持高刷的可能性不大 据X平台TechRib报道 苹果公司将在iPhone16和Plus中 依然使用60赫兹的LTPS材料 且仍旧使用M12有机材料 反观Pro机型 则将使用LTPOM14材料 素质进一步提升 此外 有报道称 苹果还试图在Pro版的屏幕中整心滑 要求三星和LG提供屏幕升级微透镜技术的方案 在该技术的加持下 屏幕可以减少内部反射 降低功耗延长续航 还能提高亮度 以及 三星正在为苹果专门开发一种新的OLED材料组 以实现更节能的效果 在安卓旗舰风狂卷影像的大环境下 苹果也要对影像发力了 iPhone16 Pro版的影像实力会大幅度提升 首先是主摄 换用48MP索尼IMX903定制主摄 基于11.14超级大点 配备双层晶体管基础 其次是超广角升级到48MP超广角摄像头 有望支持4K空间视频拍摄 再次是长焦 Pro版将洗T15 Pro Max的双折四棱镜长较镜头 最后 有概率会采用1MG加7P模造波速母组 为光学性能更强的G加P玻璃方案 由于自研5G基带始终难产 iPhone16系列将继续采用高通骁龙的调制解调器 但JAP2预测苹果会施展道法 Pro Max配备骁龙X75调制解调器 两个标准版停留在X70 根据高通官方公布的数据 X75调制解调器是全球首款5G Advanced Ready基带产品 支持实在不聚合 并承诺在WiFi7和5G中 实现10Gbps下行速度 提供了更简单的制造 部分芯片占用的物理面积减少了25% 将被Sub-6放在一块芯片上 可以比X70拥有多达20%的能效提升 和基带型号的情况相仿 iPhone也会在支持网络方面做出区分 Pro机型将支持WiFi器 标准Plus支持WiFi6E 巨博主手机晶片达人去年爆料 苹果将在2024年使用数字图付铜箔 作为新的印刷电路板材料 用于iPhone16系列 这一改变将使苹果能够制造更薄的PCB 从而让iPhone内部腾出宝贵的空间 为更大的电池或其他组件提供更多的空间 加上开头说的电池升级 以上就是到目前为止 苹果iPhone16系列爆出的12大升级之处 力度有大有效 但终归都是有升级 有一说一 苹果确实该狠狠努力了 总是挤牙膏或施展刀法 哪怕是多年的iPhone用户 怕是也会先生不满 更别说 今年的手机市场的竞争注定会异常激烈 库克真的加把劲才行 你对iPhone16的哪些升级更期待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